女姐红线女作为首屈一指的乐剧艺术家 红线女不仅自身唱作俱佳意志力推广即传承工作 自创混合金枪昆枪与西洋声乐技法的女枪 或称红枪更成经典 红线女对个人置业与国家大业都有自己的坚持和主张 在港影圈发展顺遂之际依然抛弃高薪厚誉 回归祖国怀抱 虽未逃过文革破坏遭替阴阳头扁黑线女 进而熬过重重打击中国平反 红线女本名阔剑连出身乐剧世家 15岁因战乱辍学后投身戏剧 为其晋身正义花旦为1950年代香港顶流零星 34岁时为响应共党号召与自我艺术提升自港反越 诸使一帆风顺后遭洽放劳改 在于文革后期复出因吹捧四人帮言行引来非议 2013年因心肌梗塞病逝享受90岁 感情方面红线女曾与明灵马师曾作家华山结婚 和国语片《南京黄河》有过一段爱情纠纷 欧 защ点心肌梗塞了 购心肌梗塞 梗塞 梗塞 梗塞